今年的电费呢先是调涨一次 然后再加上夏季电价 台湾大学的用电量连续四年破四亿元 今年更是破了四亿五千七百万元 最高学府的这个电费也是够高的哈 比起其他大学高出了两倍 这个耗电量也太凶了吧 不过呢学校说有一些的实验室 里面一些精密的仪器很耗电 加上二十四小时在运算 所以常常会开着冷气或者是电灯 现在已经使用省电装置 尽量来减少电费了 时间来到台大物理器的气管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一台高队的 伺服器用电量就要一千瓦 而且一般电脑高出了两到三倍 而且还是二十四小时运转 还有冷气在吹 三十二台电脑伺服器不停运转 光是这间机房瞬间的最高电量 一千瓦的伺服器就有十六台 八八瓦的也有三十二台 将近三万瓦的用电数比其他学校高出两倍 加上其他二十间实验室 让台大的电费延四年破四亿元 电价调涨今年更标破四点五七亿元 我们常看到会有灯亮 但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吗 我们在取数据的时候 通常希望不间断的一直取数据 那所以有时候就会开着给他过夜 像这位庄同学做的是半导体实验 精密的仪器搭配二十四小时的运算 一天至少待在实验室十二个小时 耗电量相当大 另外像是很多实验室经常里头人不在 但是电灯却开着 我常常有很多这种精密仪器 它是需要这个 就是说长时间的维护在某个恒温之下 那这时候你就可能需要二十四小时的这种冷气 校方也说目前已经在采用省电装置 不管是省电的灯泡 或是电梯分阶段运转 都希望能够尽量让用电量下降 尽量减少花费 整体新闻展开来的张艺华台北报道